这人老先老腿,腿弱,膝先毁 人到中年经常膝盖不舒服 走路膝盖磨得棒,一上楼这儿就疼 那是因为我们腿上肌肉退化 不能帮助膝盖有效地支撑身体 特别是小腿肌肉就更加重要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套膝盖保养的小腿四式 一,双腿自由伸出,放到舒服的角度 勾脚三十次,勾到头,十点劲 你会感觉到小腿前侧酸酸胀炸的 这样能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筋骨前肌 第二,收回小腿,立起双脚到最高点 注意,这个时候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 放下,再立起,做三十次 让小腿后侧发生力 把我们小腿后侧练得酸酸胀胀 第三,小腿放回,大约四十五度 转脚 从左转到右,从右转到左,转二十次 让我们的膝关节顺畅滑润 动作四,拉伸 俯身左手撑左腿 右腿伸直 右手拉住脚尖,使劲往回拉 用力拉伸我们腿后侧的肌肉 保持二十秒钟 再换另外一条腿 这样每天早晚各一次 记得点赞收藏 一定要天天坚持练习